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知 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跟大家来聊聊怎么样剪法装潢啦 好 欢迎向我们的好朋友 最近又出一本大书 好后啊 欢迎向我们小院的创办人 姥姥姥姥姥好 玉芬姐好 大家好 我是姥姥 这本书出的还不错 这样装潢省大钱 是 哇 其实算一本工具书 对不对 对 它还是比较偏向工具类的东西 然后里面会有很实用的 step by step教他们怎么做 对啦 就很细节都会教你看啦 就是详细你要看书啦 比方说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嘛 就看了就很想装潢了 哈哈哈哈 有几个点我倒觉得蛮好的 像比方说我们去那个 对啊 你们是念IKEA还是IKEA 我是念IKEA啦 但是还是有人要念IKEA 对 大家都念IKEA 都可以啊 好 因为我怕被人家骂 不是有出那个什么 十个英文字常都念的品牌 大家念错什么的 对 大多数都念错嘛 那我们去IKEA买东西的时候啊 大家都会觉得东西不好 或者他的承重力不好 就后来你在书上有讲 就说是我们不会挑 对 只要避雷就好 对 比较避雷 CP值还是高 对 他的CP值还是高 因为他究竟 他有名的时候 他跟很多世界大咖的设计师合作 好 他只是材料上比较不好 但是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通常柜子 好 我们说成板的承重力是重要 他当然他比较薄了一点点 他的材料是用P2的也没有那么好 好 但是我们只要选成格的宽度 在45公分以内的 他就不会有下限的问题 对啊 我就看到你这个 我还发现到说 你原来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 他的标示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 那就你的经验 对 就刚刚我说的 那个45的宽度嘛 我们看过非常多的案例 都没有问题 就是不会像一般网络上就攻击 IKEA说他的成板会有微效曲线嘛 他只要你选到45公分 其实就不会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他们家的玻璃柜 就是玻璃的书柜 或者是玻璃展示柜 很超值 因为玻璃不知道为什么 在台湾其他的系统柜厂商来讲 都是贵的 但他们家就便宜 还有推拉门那个也都是便宜 所以其实你只要会挑那个品项 闪过它雷的那个地方 我觉得IKEA是CP值超高的 对 我觉得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图片 然后还有很多细节要提醒你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要省钱 自己要装潢的时候 可以先看一下 而且它真的就是一个长销书 谢谢 这个真的要谢谢大家 这本书六年来 它一直都在 就是在不客来的 每年的年度排到马前三名 哎呀了不起啊 哎呀真是感谢大家 姥姥在此跪 谢谢大家 敬大家三杯酒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聊聊 其实你在书上面也有提到一点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过去我们装潢我们都会说一次给它装得好 就花一点钱 但说实在这几年也真的钱不好赚 对啊 而且大环境景气其实不是那么好 对我觉得你推一个比较减法的一个装修 我倒觉得是蛮重要的概念 其实这几年我们比较新盛有一种生活概念叫做这样就好 其实我们不用不到最后要弄到花绿绿或者是空间包银 我觉得这样就好简单生活其实是很好的 那装修以前会很贵那是因为做太多 所以我有提说怎么样去剪 然后剪法当中很多人会碰到相关配套的问题 像我们刚常说我们不要做天花板 我跟你讲我真的就是我碰到的设计师很好 他叫我不要做天花板 他就跟我说你做这个你要多花个几十万你知道吗 我想说那我不要做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也不要做踢脚板 他说你比我还厉害 我觉得也可以 我觉得也不要做 因为不做踢脚板之后 其实我的那个长度 你的线条会看起来更高 对 然后而且但是不做天花板这件事情 他会碰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灯 灯具你要藏哪里 对你要藏哪里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的冷气藏哪里 你会看到那个灯件的没错 很多人更怕的就是冷气 你说灯他那个六分管或四分管还算细 可是冷气可是冷没管 然后外面包一个白白的 那大家有些人就觉得不剩美观 那该怎么办 像这些在书中都会有讲 我们还是现在也讲一下 你说他瞪着你啊 竟然自己说 我们这一段是不是就直接开始要讲了 当然要讲了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要通到这个 每次通到这个都忘记讲了 好对对好 那我就顺便就讲了 那个好冷气冷气管 现在怎么包 通常我们会把那个冷气管 放在凉附近 或者是走那个角落 边边角角的地方 用木座来包一点点 这样就比天花板整个包起来 来得省多了 它就算一尺一尺而已 它就不用一瓶一瓶来算了 反正就是包凉 然后走在凉的下方 或凉的侧方都可以 这样就好看了 这是包冷煤管的关系 然后另外一种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灯具 灯具就是天花板的灯 那我还是一样可以做砍灯 或者是核灯 但是它怎么走呢 我们就会走一种叫明线明管 也就是那个灯线我们不包 走明线 对走明线 这其实在工业风里面很顺行 然后还有像那个轨道灯这种 它都是走明线 那走完明线的时候 可是还是有人会觉得 它还是很明显 其实不会 我跟你们刚刚加加讲 只要把那个管线 喷跟天花板一样的颜色 比如说你的天花板是白色 那个管线就一起喷白 其实就看不太到 就不要很突兀啦 对其实看不太到 而且大家想想看 好现在开始回想 你怎么每天打开大门 回到家看到的东西 好在你的世界中有天花板吗 应该没有吧 对啊 没有人会每天45度羊角 往上看天花板 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你把颜色 喷成一样的颜色之后 它就可以淡化那个线条 我是觉得 用不做天花板这个东西 然后搭配的 明管的那个灯 灯具啊 这里就可以让你的装潢 省下十几万 十几万嘛 灯具也是一块很大的哦 因为各位不要小看 一个小小的灯 一个灯 你们感觉起来就是一颗灯嘛 其实不是 它在天花板还要挖一个洞 这要一个钱 那个灯具的电线 留一个出现口 要一个钱 安装也要一个钱 看到没有 所以一个灯 其实你少掉一颗灯 你可以省下三种费用 这个是很多人最后在装修 我对我讲一件事情 因为我来我这边的会员 很多有一些就是预算一直不够嘛 那它可能一开始规划的时候 就比如说卡可能超过两百万 这么贵啊 有的时候 现在行情是更高了 现在更高啊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 好 对对 我先休息一下 请一下广告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是小院的创办人姥姥 带来她的新书 这样装潢省大钱啊 那我们刚跟大家聊到了 就是要怎么样减法 对减法来做一个装修 你说现在一装修 大概都要两三百万起跳啊 如果三十瓶出头 然后她需要全市装修的话 那这种超过两百万的 然后她都是因为她装修 就是我说的比较多一点 她可能会要求精致装潢 比如她的木柜 可能都是那种精致的线板比较多 她才会那么高啦 不然现在大概老屋一瓶 可是基础装修也要五到八万 是真的比较高 因为现在一些建材都涨价 跟几年前比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 大环境不好 大家薪水没涨 可是物料其实是有在涨的 那你会员现在大概碰到的状况 都是怎么样 你可以教她们怎么使钱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 常常有这种超过预算的来找我们 我们帮她看 哪些可以删了 对对对看一下 其实灯光跟照明工程 我们常常发现 一省 有时候搞不好可以省到 二十几万也有哦 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们不要看 她只是扫一盏灯 实际上她还后面牵扯到的 木柱工程 游戏工程 她都会 就会变少 水电工程那个地方 她就会相对把它剪下来 比如说她很多人在设计的时候 看到那种美美的那种照片 跟着样品屋做 尤其很多人喜欢跟着样品屋做 那样品屋 他们为了要营造最美的气氛 他们经常在灯光设计会有一盏主灯 主灯旁边在家八盏坎灯 我讲课题 然后坎灯旁边在家一圈 间接灯光 真的 它那个打出来 当然气氛是真的 灯光好气氛家 可是你家平常真的有需要这么亮吗 不用 对啊 像我上次看那个样品屋 它光客栈 它就转了三十几盏灯 这太夸张 我跟你讲一般 像我们 你要回讲你正常的居家 大部分人其实就一盏主灯就结束了 而且现在的一盏主灯 还有盘子松露尻壳那种 它可以帮你遥控微调 多亮多暗 那个西顶灯一盏 我觉得抵时盏 就是 来那个西顶灯 对 它就那个西顶灯 你看它一盏它可能贵一点 它可能五六六千块 可是它只有一个出现口 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用做 天花板也都不用做 它就放下去 你就可以省很多 但是氛围并没有少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 原来灯是我们花大钱的地方 对就是灯是一个 也是可以砍下来一点的地方 其实很多人在问我们 装修什么省钱下来 我会想说 你要完全一刀 完全就可以砍到很多下来 很难 但是你可以从十几个工种里面 这里省一点 那里省一点 这里省一点 那里省一点 其实就比较容易控制在你的预算当中 我一直不懂 为什么很多的家庭都要做踢脚板 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一开始是为了拖地 我先跟你说 因为拖地的时候 拖板拖到墙角的时候会弄脏 后来这几年是因为扫地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 它有一个处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它会伸出来 对那个sensor 它不是会扫那个墙壁距离多远吗 有时候它经过的时候 应该是三四年前的机种 它扫的时候会有扫痕 哦 就是会有 还是会有那个 一条线会出来 那后来 我们怎么解决它呢 因为 我先说一下 那个比较新的机种 像小米的 我们后来测试其实还好 它的法处就 那个sensor就还好 可是有的机种还是容易 留下那个痕迹 那我们如果又不想要做踢脚板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下面那10公分钟 用油性漆去做也可以 油性漆 因为乳胶漆或水泥漆 对 而且水泥漆 它们比较容易留痕迹 油性漆就比较不会 所以又有人要油漆 就这样插一圈 我觉得也不错 又省钱 也不错 对啊 不然的话 你一做踢脚板 你看你要花多少钱 是啊 不然就是在买扫地机器人的时候 或者是拖地机器人 对 你就去测试一下 你就看一下它现场 那个卖场的现场 如果它旁边都 没有痕 那就OK了 那就OK了 那你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 总是要分嘛 就老屋新屋嘛 对老屋大概就是会比较花钱的 对 大概真的 大家预算要背一下 就是一瓶五万到八万是要的 那有没有就说 可以教大家哪些是要花的 哪一些其实可以省啊 好 我们是这样讲 我们叫这种可以省钱的地方 我们叫刀口 钱要花在刀口 这种刀口工程 刀口工程分两种 我先跟大家解释 一种叫做基础工程 那基础工程呢 就是像水电管线 配电箱 然后还有你的卫浴 泥座 防水 这种都叫做基础工程 但有一种叫做装饰工程 装饰工程就是油漆 有没有 你们看得到的柜子 它就是那种装饰 电视墙 好 像这种装饰看起来好看的 好 通常如果真的要省 我们就是建议基础工程先做 对 因为那个是改善你们家最基本的部分嘛 所以那个没有办法省下来 那但是呢装饰工程那边可以省 所以我们通常是用这两个方向去做 好我们再来看 那新屋跟老屋有什么差别 新屋有一个好处就是基础工程几乎没有 哦 它就就你如果不要什么都不要动 它都其实建商都帮你做好了 你的卫浴厨房都不用动 对 你就可以少很多好 但是 它格局什么都可以帮你弄好了 对都帮你弄好了 可是我通常我会建议一个东西是 额 格局还是先弄好 对对对 因为有些建商给的那个格局 还是不太不太 如你的那个规划 然后我觉得一个家就是住10年20年 你在那边有时候卡一个墙一个动线不顺 你现在觉得现在觉得是一点点 但是有时候在家里就那一点点 就会一直觉得卡卡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格局动线先弄好 然后还有通风采光弄好 好这个部分的费用 当然有可能我们就可能要拆一道墙 拆墙什么补墙 那个都还要还是要一笔费用了 好这个费用先花下去 花下去看剩下多少 我们在装饰工程那边可以来讨论 每一个都可以省 比如说我们来讲那个最花钱最花钱的木座 以前木座贵最贵了 他大概一尺就是用木座师傅来做的那种柜子 因为是工资嘛 他一尺可能就6,800起跳 那塑胶皮当然便宜一点 他可能就要也要5,800左右 好但是你如果变成系统贵 他就可以掉到4,800或者是4,300 因为系统贵他的便宜就便宜很多了 如果觉得系统贵的还太贵 你可以到IKEA IKEA可能就剩下1,000、2,000 对不对 那如果觉得IKEA又太烂 系统贵又太贵 中间还有一个无印良品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选择非常的多 好那如果还是觉得连IKEA都太贵 有没有更便宜的做法 有的 我跟讲我家早年那时候 我虽然是姥姥 但是我也曾经少年贵 那个时候刚结婚 那也是一样买了房子 也是没有钱 我们家到那时候装修到后面 真的就是基础工程 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掰光了之后 好那我的衣柜还没有做 那怎么办 对怎么办呢 刚刚我们家有一个模型的凹槽 就是原本设计要放衣柜的地方 好我直接拿掉衣杆 锁在两边的墙壁上 哎哟 真的我就直接这样锁 然后门面怎么弄呢 然后那个下面的那个抽屉 门面怎么弄我很好奇 先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OK好 好我们来听一下 姥姥的衣橱是怎么做的 就没钱的时候 那就怎么办呢 就把它钉在那个墙上 钓鱼杆 要把它钉在两侧的石墙上面锁好 可是这里要注意那个墙的问题 像我们家 因为刚好我敲的就是钻墙 石心墙这种直接钻是没有问题 构力哦 对构力 但是现在很多新城屋 建商都是送亲直隔音墙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呢 要注意 其实隔音墙我们如果要固定 要找到它的骨料在哪里 那这个骨料怎么找呢 你可以用比较强一点的磁铁去吸吸看 它会吸起来 就代表骨料那个地方 所以有骨料的地方 磁铁会有吸住 对它就会吸得住 然后没有骨料它吸不住 这是一个测试方法 那如果您的耳朵跟贝多芬一样好的话 也可以空空空空 敲敲敲 因为两边声音会不一样 就是比较空跟比较实 对比较跟比较实 然后你就先找到骨料的地方 OK 然后就固定好的钓铁杆 然后那关于抽屉的地方呢 OK 我们就去IKEA买它最便宜的那个抽屉柜 好 重点在门片 对对对 好 那这种没有木座的门片该怎么做呢 我是用窗帘 就把窗帘当门片的做法 上面用一个那个窗帘杆 然后就挂窗帘 然后只是布料 大家可以挑选比较好看的 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怕沉满的 可以挑选不会沾沉满的那种材质 然后布料好看 其实遮起来就好了 就不会乱七八糟了 就不会乱七八糟了 哇 当年你就是这样弄衣柜的啊 是啊 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因为你看我家那个衣柜 才六七千块钱就做起来了 那它长七尺 如果我是用木座柜 它至少要四五万块钱 就算说你不做那个布链 你用个拉门 对用拉门也可以 那有一种方式就是 反正你是在装修了嘛 你就可以起木座 或者现在很流行的那种铝框拉门 就是把它做起来 当做门片 那谁最谁最厉害做拉门呢 那个Muji 无印良品 无印良品它在日本 他们是自己从头到尾 就建筑都他们自己盖 那他们的建案里面 他们其实就蛮常见到 用拉门去做隔间墙 然后用拉门去做那个柜子的门片 用拉门去当橱柜的门片 他们也非常多 那他跟IKEA都就是类似 IKEA是种布链派 你看IKEA多年的目录里面 它很多包括储藏室 他们会在 比如说IKEA我觉得它在 潜用那个格局方面 真的很厉害 他们很多照片都是 它在卧室后方 它隔出一小区 然后用窗帘把它拉起来 然后一打开 里面全部都是他们的隔间轨 当储藏室 设计的我觉得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多多参考 不管是MUJI或是IKEA的形入 我觉得都设计的很好 然后里面有很多设计小点子 可以善用 好那你刚刚讲过 就基础工程要做嘛 然后装修的部分的话 就看嘛 有没有哪一些 在你的经验值当中 大家可以省的 还可以再省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灯具之外 灯具可以省嘛 天花板可以省嘛 好我们先开始讲地板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 都是面积最大 它会占到你的那个 成本比较高的地方 可以怎么省 好其实在 新屋比较没有问题嘛 新屋没有地板应该 除非你非常不喜欢 建商送你的泡光石银砖 好那我们就先讲老屋了 那老屋其实 如果你第一个先检查 你的地砖的那个地板 是否有膨胱 如果没有膨胱 一切都还平整 现在有很多地板 是不用拆掉这些地砖 都可以直接铺 你就可以省下来 拆除的钱 好然后接下来呢 哪些地板是可以 可以选直接铺在 瓷砖上面的呢 好有超奶膜木地板 好海岛型木地板也可以 还都可以直铺 那也都比较便宜 这样的木板 对他这样都比较 那如果你觉得超奶膜 木地板还是比较 还是太超过你的 那个预算的话 好你就可以再降一几个 我们可以到塑胶地板 那我这里面我就有写 不管是从超奶膜 到塑胶地板 其实你们不用觉得 他好像很chip的样子 没有哦 现在非常多的塑胶地板的拧针程度 花色拧针程度 做的真的很接近石木 我们把那个两块地板 放在一起 很多人其实都分不出来 哪个是塑胶地板 哪个是超奶膜地板 好 但很多会员 接下来就会问一个问题了 那我怎么选 因为如果这两个 我先讲一下range 那塑胶地板大概从一千多到三千多 一瓶 对一瓶 一瓶 那超奶膜大概就是从三千多到五千多 这两个价位 好 那如果有些人还是有overrape 他们想要问说到底哪一个比较好 好 这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今天 你只是希望 这个地板都不要被磨 因为我们最怕地板被磨伤 或刮伤 你可以选超奶膜 超奶膜的耐磨度 还是会比塑胶地板好 好 但是如果你是怕水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要铺在厨房 或是铺在浴室的干区 湿区没有 所以干区 我会建议你们选塑胶地板里面 现在有一种进化板 它叫SPC石塑地板 因为它是塑胶 所以它不怕水 然后它也不像木地板 会被白蚁吃之类的 它都没有 因为它是塑胶嘛 塑胶什么都不怕 好 这个东西 它就很适合 泼在厨房 因为厨房有时候难免 就是会有滩胶水 会掉在那里去 那如果是超奶膜的地板 它一旦进水 它就会捧供 你就会很麻烦 当然几率可能很小 但是你一旦碰到 就麻烦 而且根据会员们 回报的经验都是很奇怪 都是在你们去出国玩的时候 很怪哦 都是出国玩的时候 RO的水管掉下来 或者是哪里哪里 对楼下的那个水管冒出水 反正都是很在很 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如果要保险一点 就是用SPCD 我觉得是OK的 那这些都是比较便宜的选择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我们早年 刚提到你早年在装潢你的 那个衣柜嘛 对不对 早年在装潢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 现在大家都会觉得说 好像过时了 或者觉得不流行了 对不对 对对没错 你看以前我们那个床头柜 一定会用绷的一个布 对 以前床头柜都常常会绷一条布 但是现在就比较少了 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那个又浪费钱嘛 第二个是 那个绷布会造成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上面的那个城蛮就一直掉下来 然后往女的就一直 然后下去又在睡觉 好可怕 对啊 其实会吸蛮多层的 所以像绷布这个 后来我们都建议不要 不要做绷布 不要做绷布 因为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在睡觉的时候 所以有些什么床头板 要不要做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待会跟大家做更多探讨 好 好 好我们持续跟姥姥来聊一聊 因为现在我们刚讲 就过时的一个装潢嘛 就床头板嘛 或者是那个 风布嘛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在聊 就和氏 对对对 和氏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 那个叫样品屋 必备格局 高雅 然后看起来就很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 好悠闲那边喝茶的喝茶 然后还有一种贵妇的感觉 不使用 对 大部分的和氏 最后都变成养蚊子的储藏室 就是其实主要是因为那个和氏的坐不是那么好坐 对坐也坐的不是很久 就是坐的不是很久 然后那个椅子又不好靠 又还是没有那种沙发或者是正式的餐以来的那种 就算我朋友啦 就是我干地他们家 他其实有一个和氏啊 然后呢 他是有可以电动的 然后你脚可以放下去 就变成这样子 可是还是很少用 对啊 其实通常还是很少用啦 然后很多人那时候做和氏 还有看重的是因为它的收纳功能 可是我跟大家说 这个很多和氏的地 就是使用过那个和氏地板 九宫格 我们叫九宫格 它通常都是放那种 你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 那也有很多人就觉得 那如果东西如果你都放到那里面 那么都不动了 你其实干脆不如把它丢了 然后把那个位置空下来 因为那个瓶效你们没有想过吗 在台北一瓶多少钱 你至少六十万以上吧 你把六十万放一个 你再也不会看它 不会动它 不会使用它的东西 其实蛮浪费的 对我们有很多地方 大概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去看过它了 对啊 所以其实 然后你还要花一笔钱做装修 做装潢 所以我们后来建议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 你不如直接直接去设计一个储藏室 就除了是专门设计的储藏室 其实它的功效会比较大 会比和氏大很多 然后把合适空间干嘛呢 你变成一个上网房也好 对不对 变个书房也好啊 对啊 就变成书房啊 因为现在我们刚才在聊说 现在年轻人其实 他们的那个3C产品 非常的盛 然后像我们那边有一个投影机 本来我有很多很多的那种 为了投影机相关的设备 有很多的电线 电源线 音源线 然后HDMI 接了很多条 结果我们的那个年轻的 IT工程师建议说 你买一个叫 Chromecast的东西 它类似这种机上和 Apple TV的东西 好 结果 什么线都不需要的 它的投影就超好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原来如此 然后这些钱就干嘛 不用花了啊 以后干嘛还要再买管呢 对不对 我只要买一个Chromecast 我说有手机上的哦 包括YouTuber啊 哇 好好奇啊 所以你想想看嘛 就是说装潢真的持续会在进行的 你的市场还挺大的 非常感谢 那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讨论一下 假设你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现在30坪的房子啊 大概都要花个一两百万啊 刚刚讲了 那个是老屋 对 老屋 老屋老屋 那如果说现在花个五十万有可能吗 哪些地方可以省的 如果是新屋就比较可能 那是老屋的话 全是装修都不太可能 除非它是做局部装修 我提供一些数据 让大家参考好了 像如果是做系统柜 大概一瓶一万 系统柜一瓶 冷气一台四万 你们就可以去估算 你们大概需要的那个价格嘛 然后油漆如果是30坪新屋 它大概就四到五万 对 因为新屋你刚讲 不动水电不动地板嘛 是 所以新屋来讲 新屋如果是30坪以下 你要在50万之前把它解决 都比较有可能啊 比较有可能 好 但是老屋就没有办法 老屋一坪到 真的就五到八万 五到八万 对 因为包括冷气 要看你用哪一个牌子 大金的跟那个格力的就差很多嘛 啊驴窗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买正新的跟买酒桌 它就差很多 就是价格 对 就是价格会根据你选的品牌嘛 那卫衣设备 对 你要买那种会唱 贝多芬的歌的 跟不会唱歌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它那个 龟鱼我还要唱歌啊 对 马桶你知道吗 哈哈哈 有会演揍莫杂特的那个教教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啦 会爆音乐 它为什么怕尴尬啊 哦 有没有 怕尴尬 怕你在上马桶的时候 对对对对 尴尬 所以还有啊 还有那种全自动马桶啊 有啊 我的马桶会那个有除错功能呢 哎呦哦 对对对 厉害嘞 对 你只要上完之后它就 你是从德国来的吗 还是日本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嗯嗯嗯 还不错 对 发出声音 所以它就是会根据你选 最后的选料 就解决会决定那个价格 但是基础基本款 大概一瓶我本来是逃不掉的 哎那油漆呢 油漆我觉得也是一大笔钱 对 油漆 油漆算是 也喊在里面 对 喊在里面就还好 你跟水电比起来 一个老房子 一个老房子30瓶的水电 全市翻修 它大概就是大概 就是要到15 20万了 嗯 其实最大的就是水电泥座 泥座也是很花钱 因为现在好的 泥座师傅很难找 嗯 所以泥座的工资 这几年长得比较大 嗯 是工资 嗯 然后最近的防水财 又越来越好 嗯 哎 哎 不过我觉得那个油漆里面 我想提一种就是 呃 因为很多是老屋 嗯 很多老屋有病癌的问题 嗯 我很推荐用一种 叫无缝涂料 它是一种矿物质的涂料 嗯 它跟普通的那个油漆 德烈油漆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 这种矿物质的涂料 它可以有透气性 它是怎样要先涂了以后 才能够上油漆吗 还是不是 水泥粉光好了以后 墙壁水泥粉光 就可以直接上无缝涂料了 哦 就可以用无缝涂料 对 它就是 因为它有各式各样的品牌啦 嗯 有几种 但是我统称 把它们叫做无缝涂料 因为每一家吼 嗯 都喜欢自己取一个名字 我后面我已经 觉得 弄档框 然后就取不一样的名字 它是取不一样的名字而已 好 它只是有一些是水泥底 有些是石灰底 就是它各有不同的积材的东西 像硅造图 我也把它归类在无缝涂料的一种 嗯 它的稀释能力就比较好一点 嗯 好 那清洁好清洁吗 哎 好 这些东西 它的问题就在这里了 嗯 如果你要用在浴室会卡购的地方 嗯 我就会建议上面再加上无缝防护 就是有一种新的无缝值 它是透明的像水 你把它喷上去的时候 它的防护能力很好 抗污能力很好 嗯 我们 我在书上应该就都有写 就是我们把水泼上去 它是会形成抗水性 嗯 它就水珠都不会渗进去 所以像这个 它在清洁方面就会好很多 哎 这很重要 因为装潢的时候 很多人只考虑到钱 对不对 但是没有考虑到维护 维护 嗯 没错 我觉得清洁是很重要的 嗯 那刚刚讲的这个无缝涂料 它也可以用在地板上 它也是属于省钱的 嗯 因为它一样可以不用拆地砖 就是评估过后 只要没有膨供 但有膨供就不行哦 嗯 你只要膨供 代表你底层的水泼沙浆 已经不能用了 它就是老化hookie啊 所以你还是要拆除到底 好 啊如果只要磁砖还可以用 你那个无缝涂料 可以直接涂在地板上 嗯 还不错 它也很好清 因为没有缝嘛 它不像磁砖还有缝 它是完全没有缝 然后无机防护放上去 嗯 那厨房可不可以用啊 厨房可以用 对嘛 我就想如果是这样都要用 厨房其实水泥粉光地 也可以用 哦 哦 他们都是好刷洗啊 就是比较 呃 也看 就是呃 清洁这样比较好 好控制 嗯 所以这样 我们在装潢的时候 第一个省钱 第二个了解 你到底是不是适合在这里 有些人为了好看 为了漂亮 就到最后 你要在清洁的时候 在维护的时候 要花很大的一个成本 这就很糟糕了 没错 所以其实更多的一个 啊 讯息都在这本书当中啊 啊 谢谢啦 还有啊 还是得帮你那个 这么大一本书 哈哈 有非常多的一个 对有 非常多的一个图解 好 让大家更清楚 最好是装潢 要先了解 然后才可以省钱 非常谢谢姥姥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姥姥 也谢谢大家 祝你新书卖得好 谢谢 拜拜 拜拜